疫情下国人难以出国旅游 受访的东庄业者指出 生意额惨跌90% 有些甚至必须要关掉分店 不过随着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开通 一些墙往冬季国家旅游的顾客开始回流 有商家的销售额同比增加了50% 来看记者陈韵儿的报道 忙着帮客人拿出适合尺寸的外套 这样的场景终于在线 专卖东庄的这家本地老字号业者 苦董了近两年开始见到曙光 把其中的六间给关掉了 然后其中只剩下三间而已 VTL一开放以后 我们的生意量就往上冲了 至少有增长了50% 不过和2018年的生意量比较的话 它只是那时候的20%而已 商家也观察到 北半球正处于冬季 近来的客人多数是即将前往欧洲或韩国的旅客 预寒的羽绒服成了畅销商品 这家户外用品及东庄业者 也因疫情而惨淡经营业务 把三间分店缩减到一间 旅游通道开通后 生意上涨了超过一倍 但奥密克户新病毒株令他们感到担忧 可是12月有点不大确定 因为有Omicron这个Virus的事情 我们的销售有点不平稳 我觉得一定要抱着一个很乐观的面对 目前的这样的生活情况 而且要不停地学习 另外一家拥有五间实体店的业者 把业务全面转到线上 仅留下一间展销室 供预约的客人试穿 业者表示自9月以来 四个网购平台的销售额开始有起色 比8月份多了两三成